那她的癌症已經布滿全身 她現在的小腿跟大腿 是有跟我們的手臂差不多的膝 我真的是看她很難過 我們兩夫妻全家了 都為我二女兒的病情都很憂心 因為她的情形一直不停地在惡化 那一下子滲積水 一下子黃膽掛了一個 一個積水的那個管子 排水 黃膽也掛了一個膽囊 抽膽 膽汁的那個膽囊 就是所有的醫生 對於企業的病情都束手無策 而且她的營養不良 那輸血下去也沒有效 她的血紅素 還有白細胞 紅血球 白血球 都不達到標準 也不能做治療 也不能打化療 現在很痛苦 站也不能站 連站都會痛 全身都痛 一定要吃止痛藥 一定要吃麻煩 才可以稍許的舒緩一點 那她的癌症已經佈滿全身 我只希望我的女兒 我謝謝大家給她的集氣 我謝謝大家給她的集氣 我希望她的病能夠好 讓她有多一點的時間 陪她的小孩 陪家人 她現在的小腿跟大腿 只有跟我們的手臂差不多的細 我真的是看她很難過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知道大家對我在幫她集氣 謝謝大家 我也謝謝 感謝 感謝老天爺 希望她能夠 因為小孩子 一個才兩歲 一個四十歲 那宜大哥其實 其實也是憂心他的小孩 真的是憂心他的小孩 但如果媽媽真的不在了 希望你們永遠都幸福快樂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家人 其实我在家里算是 比较算是 报喜不报忧的个性 其实我们三个小孩里头 生活最正常 然后又喜欢运动 然后非常注重 他的健康 所以那时候刚刚检查出来 有传爱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说 为什么是我 第一次其实 因为没有什么牵绊 因为想说 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子 也可以陪他们 就算我治不好的话 就算我走的话 我也不会有什么牵绊 可是我心里是觉得 我一定会好的 我是自己本身 我已经等不及 那个报告出来 我就直接冲到医院去 你知道吗 我听了之后的话 我就是两腿发软 就直接好像眼前一片黑 好像五雷轰顶一样 我那个时候人是站在大马路上 我就对着天在那边大喊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对我的女儿 我女儿怎么可以得到这种病 然后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一直在咳嗽 正来跟我讲是直肠癌的扩散 所以它已经算是第四期 就是我们的末期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生下小孩 怀孕的期间我也是受很多苦 因为它肿瘤就是压在我的气管 我想说我终于生下来 我可以好好照顾我的小孩了 为什么要 要给我这样的一个打击给我 我才刚生下来 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有做一些检查 有一些辐射 就是小孩子不能靠近妈妈这样子 然后也不能喂她喝奶 所以有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 我决定了 我要放弃 琪琪哦 因为真的化疗你们都没有办法想 真的非常痛 刚才她自己下午跟我讲 其实她第二次 其实很辛苦的时候呢 其实她都写好遗书 要给她女儿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但是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 看护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姐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要好好保护姐姐 爸爸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家人 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儿子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照顾他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没有妈妈 他们去上学会被人家讲说 你们是没有妈妈的小孩 这样子 然后觉得 我连陪伴他们长大的资格都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低潮期的时候 就是什么负面的想法都有了 对 那你后来怎么样提起 又再继续奋斗的这个心呢 其实老实讲 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在鼓励他 完全也是靠他自己 后来我们有劝他说 至少你要为两个小孩 你要为了这两个小孩 自己加油努力 我们全家人 每个人知道他默契的时候 那是全家人 每个人哭啊 那我还要安慰他 我又不敢哭 我是等他们都出去 我自己偷偷流言 余大哥真的很幸福 我整整 等于算是刺毙了好几年 所以我就跟琪琪讲 琪琪 你绝对不要跟妈妈说你放弃了 你要跟他拼了 你绝对要跟他拼 你绝对不能让你的小孩叫别人妈妈 你永远你小孩子 你就是他的妈妈 琪琪加油好不好 妈妈给你拜托拜托 而且我每次对老天爷讲 这个病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而且我可不可以拿我的命去换他的 不要这样子 他还年轻 他还年轻 他的小孩子还小 真的需要他 我觉得说就是想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你是厉害的人 或者是说你有家人 你是陪伴的人 都是要有很有耐心 然后厉害的人也要就是不光是为自己想 你要看看你周围的 关心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真的忍心放下他们就这样走了吗 因为其实我低潮的时候 我护理师 常常照顾我的护理师就有跟我讲说 其实还有比你更苦的人 就是他已经连续做了五年的化疗 他还在做五年 他们更想活下来陪他的家人 所以我自己更不可以放弃 而且我儿子才刚生下来 我连照顾他都没有照顾他 抱都还没有抱到他 我也没看他走路 我怎么可以放弃 对 对 真的 所以真的是亲情的力量 也是呵护他 也是一路给他支持 包括我们余大哥跟雅兵姐 一路给他支持 那真的是让琪琪呢 真的有这样的动力 可以这样走下去 那亚平姐跟余大哥 是不是分享一下琪琪 这个两次化疗以后啊 他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改变 变得不一样 更坚强 不是 尤其他做完化疗回来 我看他那个心情好像就 整个松下来 然后 以前之前很少看他笑 就在做化疗 没有效果 化疗没有啊 因为痛苦啊 笑不出来 然后看他做完 一个礼拜这样回到家带小孩 看他这样跟小孩玩 这样子跟他们欢欢乐乐 我们自己偷偷调研了 所以这么辛苦这样熬过来 真的不简单 而且更要谢谢很多 其实有很多观众 上网啊 去鼓励他叫他要加油 对 真的 我每次碰到哪里 都不 我在选举的时候 也没有人关心我 说到底要加油我 他都是替啊 去取其加油 你知道吗 哎呀 就经常鼓励他说 你带着小孩 全家人想去哪里玩 你就出去 通通去跑 到处去跑 心情一定要放开啦 不要老是说啊你有什么 你现在已经很健康了 你就心情一定要放下来 要非常快乐 不要去乱想 不要想一大堆东西 因为心里面的喜悦是 治疗病痛最好的良药 一定要保持喜悦快乐的心 对你的身体是健康最健康的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是 像奇奇的话现在两个礼拜吧 要去复诊一次 复诊一次 一直要维持多久 嗯 他 没有讲耶 没有讲 我现在是还有在吃就是 低剂量的化疗药 对 要吃半年 标靶 对对 也不是标靶 就是低剂量的化疗药 他就是一样会造成你的手脚犯黑 然后手跟 对 对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半年以后 医生再看看要不要停药 还是怎么样 那检查的话我想 呃 回去追踪 应该是五年 五年是跑不了了 基本是五年啦 所以说他第一次 职肠癌 切除之后的话 已经经过五年 他的第一个宝贝诞生嘛 所以说是我那个时候 心已经很安了 因为五年的坎坷 过去了 我心放下来 我说哎 已经安全起了 没有想到 他生完儿子 要出院的时候 检查 他的指数 竟然这么高 你知道吗 然后医生还来跟我们讲 宣布说是已经到达肺 到达肝 到达零八 零八节 已经是末期了 你知道那个从 好像从天堂掉到地狱 你知道吗 那个心情真的是 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一直问医生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只给我回答了一句话 命啊 命啊 他说你好好面对 叫我好好面对 你知道吗 而且医生那个时候 我很谢谢这个 荣总的这个医疗团队 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也很努力的 帮琪琪在做治疗 虽然他们知道这个病患 并不是报的很大很大的急往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 他随时就会 叫我们随时要有心理准备 我我连看诊 我那时候最低潮 我连看诊都不想进去看医生 我都直接叫我老公去 因为我看到医生的脸 我就是想到 你要牙牌多重的药给我 我觉得我看医生 都不去看 赵亚萍姐的讲法就是 医生好像给你的讯息也不是很好 所以 我们两个嘛 他就医生跟我们讲 并不是看好他 他说这已经默契了 但我们尽量 他说能够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两个月就是两个月 两年就两年 然后他们讲到这样了 跟你们讲是这样 我们不敢跟你讲 不敢跟我讲 所以你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有去开会 他跟我讲是因为我早就放弃了 是吧 对啊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离癌的过程 其实不只本人很艰辛很痛苦 其实家人呢 其实在这个背后掉的眼泪 其实也不输本人 那刚刚琪琪有分享说 其实呢 离癌的过程 这抗癌的过程很辛苦 那你要坚强 就是要跟他拼了 对 他有讲这句话 就是要跟他拼了 他说我跟你拼了 他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 你知道吗 他讲我拼了 对啊 有时候我在想说 OK 我去 那个打话来 我就把他当 再去医院度假 可是每次打完 就还是崩毁 就还是 哦好痛苦哦 对啊 所以 我都安慰他嘛 我说你就三天两夜嘛 三天两夜 到医院去旅游 对我就想说 我去那边追剧 结果追到半天就追不了了 就 就太难过又吐啊 真的很痛苦 对 真的很痛 刚刚琪琪也有跟大家分享哦 因为我们主要也要跟 除了听他的这个坎坷的历程 也要跟 所有的正在离来的 不管是本人 或是家里 有离来的眷属讲 就是说 你一定要坚实 要有毅力 要有正向的力量 要有乐观的态度 要跟这个病魔拼了 绝对可以跟琪琪一样 战胜病魔 能够勇敢迎向我们灿烂的阳光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还有一点 没有苦 哪里有后头的肝 对不对 化疗的部分 第一次加第二次 Polo加起来是三十次 化疗 那开刀的话是 八次吧 好像差不多八次的开刀 然后时间 如果你要加上第一次 加第二次 可能 两年半至三年 两年半至三年 可是因为我现在 还是有在吃 低脊量化疗 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 所以差不多这个时间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现在 除了手脚 不舒服以外 就其他都 都还很好 都很好 对